第十二集 陛下 四名神才者为首两人以达太古真神 还是小心行事 果然抵约雄后 单凭的这四人就已具备猎杀太古十大家族的能力 你们不是要猎杀我魔神一族吗 我就是 来吧 他说让我们过去 区区太师仙人的魔神后裔 也敢如此嚣张 谁给你的打架 小心别着了他们的刀 他们中最厉害的是那个身后副剑的 岂真是修为乃真神镜 那把剑是太古大帝坐下面是神剑 你是真的狗 刚才还跪着求饶 现在就开始舔别人了 击杀我族之人 只要能让你们死 老夫丢点面子算什么 那我就薄杀你的心骨子 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 好大的口气 我们两个真神镜铲住飞剑 你们两个祖神去杀掉其他人 给你们脸了是吧 随着陈乐话音落下 墨学已然出笑 见名声欺哀如泣 整个太史之地开始飘穴 剑身所蕴含的能量散发出来 整个空间壁垒都出现了裂缝 就连神才者们也被这一幕吓得奇奇惊魂识破 这是一股超越太古的力量 不可能 我们下轮的快速是否准动 我们下轮的冲发 我们下轮的词 这些词 我们下轮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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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会开始神权 你到底是什么人 去问你爹吧 他可能知道 你就拿双拳力开 有本事你别用拳 可以 马德罗 你怎么用拳 怎么了吗 你刚才是让我不用拳 我答应你不用拳敢用拳还不行啊 有本事你拳 拳 脚都别用 还有没有 谁也不动 行 真的假的 这都能大意 是的 对神材首领而言 别说是太古真神了 就算是太古大帝胆敢这么做 那也只是死路一条 好啊 我想会为了你能拳与狂了 封出血的代价 不死老祖 你也拳 如果是以前 如果是理糊涂 如果不是我 但那只是如果 今儿 我沉愣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太古神域大挂逼 这 怎么可能 怎么没可能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早就过来了 只是你没注意报了 怎么 不说话是在等奇迹吗 你到底是谁 沉乐 你有没有听过 沉乐 太古大帝 不对 你怎会这么强 对白 能不能有点深度 你都知道我是太古大帝了 能不强吗 不对啊 即便是太古大帝 也扛不住刚刚的终极一击 想说什么尽管说 给你时间 是我小看了你 当初在你到达神王境时 我就以知晓魔神异族出了名 精彩绝燕之辈 当时我为了地关通过 没有去变杀你 不曾想出关之日 你能登陵太古之间 因此我们神才者 一直隐姓百名 为了就是有朝一日 再次发动神战将有干掉 没想到今日因为一个魔族小女 神才者联盟全部另造于此 终枪还是功亏一刻 狮子薄兔一用全力 你的刺大造就了你的失败 所以你不应该有什么怨言 得失禁在你自己 是 我承认 那么你是打算自己动手 还是让我动手 神才者即便途径 罪悟族圣王大业 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损失罢了 圣王大业 圣尊万别 穷神同灵 金额皇宿 归日立末 圣祖赛上 三六六立子界弟子 同真宫请上尊亲衣 理解生死之节 他怎么知道三六六立子界的 太鼓大业又怎样 成了 今天上尊将尉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将尉打击 什么叫绝望 这特么不是阿丽吗 吉他 川普 伊贝 你 个 女 奶 这 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